太阳手中正寝,人类将会消失嘛,科学家,我们可能会飞走,当人们渴望了解一个东西,但是又无能为力的时候,总是会有很多关于这个东西的想象,尤其是太阳,这个常年给我们地球提供能量和光芒的天体。 所以自古就有很多关于太阳的传说,像什么夸妇竹日,后翼射日等等传说,在以前,对于这个天体的研究,只是知道它能发光发热,甚至觉得它是围绕着我们转的,后来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,知道了原来是我们绕着太阳在旋转,知道了太阳的体积是十分巨大的,占了整个太阳系的90%多以上, 知道了太阳的发光发热,是由于它随时随地在进行和裂变和巨变,那么有个问题来了,太阳是永恒的嘛,生物都有生于此过程,太阳会有生死,妈,那太阳寿终正寝,人类将会消失嘛。 科学家,我们可能会飞走,现代科学的研究资料显示,太阳已经活了有50亿年了,而现在正好是太阳状态最好的青年时期,就像人类的20到30岁这样子。 而太阳刚出生出来的时候,是非常不稳定的,经常会闹出一些危险的太阳风暴,还好现在已经逐渐成熟了。 这样说起来,太阳也会有边老,要死去的那一天。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了,我们地球没有了太阳会怎么样呢? 人类又干何去何从呢? 我们地球没有了太阳,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。 首先来说,光的传输速度是30万千米每小时,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14960万千米。 所以当太阳熄灭消失,我们地球要8分18秒才能感受到,地球上的太阳能设备,都会停止工作,月球也会不再发光。 但现在有消息称,有人造太阳出现了,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太阳消失的问题。 但是却没了正常的四季变化,若是这线技术到那时候不能大规模使用,地球绝大部分还是一片黑暗,没有了太阳的光照和能量,整个地球的温度会逐渐降低。 但是黑暗和温度的降低,并不能降低人类的生存欲望,人会想尽办法减少太阳消失对人们的影响。 没有了太阳,植物不能进行光合作用,会有大批的植物死亡腐败,人类会尽可能留下一批有用的植物进行人工培养,其他的都作为储备粮,然后建造可抵御哈峰低温的保护区。 但是当我们地球的资源会加快消耗,当全部消耗完的那一天,就是人类末日了。 当然我们知道,地球是因为太阳的引力,才会照着太阳旋转的,要是太阳消失了,这个引力也就消失了,我们的地球就会成一个抛物线的形式,向太阳系以外的地方飞走,到时候,谁知道会发什么,经济旅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